光沉沉一片金針花海 现在适逢金針花产季 却碰上台风 花浓心都凉了 台风过后能采收的 又因为断电不能烘干保存 加上路不通 无法运下山 花旱人全被困在山上 粮食的部分因为道路不通 所以目前为止 粮食的部分 可能仅供再撑个两天 想抵达赤克山只有两条路 一条赤克山产业道路 918地震后 道路中段还在抢修 另一条竹林产业道路 因为这次台风地基流失 现在道路全中段宛如孤岛 我们初步看起来是 整个一个滑动面 是长度有40公尺 然后整个一个 往边坡往下滑 是大概50公尺 等于说整个滑动面积 有2000平方公尺 另外台东力道部落居民 也被困在山上 南横公路力道路段多处摊坊 现在只能先加便道 让村民步行下山 来到台东东河湘 太原社区也在忙抢修 目前我们已经停水停电三天了 家园被台风扫过 一片狼藉 没水又没电 生活不方便 台风过后 各地区忙善后 就希望能快点恢复 正常生活 三学人李渊王后 李佩贤 花莲台东强报道